台湾今天出现第11例的心流感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名19岁 从美国搭击经日本返台的女子 疾患局正严密监控 而6月1号起 全台的防疫措施也将调整为 以防范社区感染 异常通报为重点 卫生署将到心流感的病例社区来做裁检 并准备调降防疫的等级 日前自杀身亡的南韩前总统卢武炫 今天上午举行国民葬 李明博总统及前总统金大忠 都出席了告别式 卢武炫的灵鹫由仗兵来护送 覆盖南韩国旗 沿途有许多民众都哭红了双眼 纷纷向灵车来丢制黄色的紫飞机 有人甚至跪在路中央来阻挡银车的去路 在告别式之后 遗体将火化 立选令目的之后将令集下葬 为了发展观光 中央挑选了十个县市 作为国际魅力景点 可以获得三十亿元的补助 今天第一批的名单出炉 包括台北市的大龙洞 台中的草屋道 北线的水晶酒地区 及彰化和屏东都入选 不过观光资源丰富的花东 却并没有受到青睐 至于经费要如何花在刀口来提振观光 外界也相当注目 开放入资来台投资房地产 政府说最快六月底就会公布办法 房产业者有期待 希望能够趁盛追击 不过房价是否全面扶摇直上 还是限定初期开放的商办大楼 都还是未知数 而业界认为房价会大幅飙涨 不过央行及学者却警告 方式将不景气 而银行的低利房贷 对民众来说是解药还是毒药 会不会成为压垮房市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买屋及卖屋的时候 都应该再审慎评估 六月底之前政府就要决定 到底这些入资 可不可以来台湾买房地产 不过目前是倾向说 这个商用的这个大楼 大概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这个所谓的住宅 然后刚刚我们谈说 如果入资来台湾 购买房地产的话 真的是很多人忌期待 但是也很多人怕受伤害 期待的这些人 当然是包括说 希望能够房地产 可以上扬可以投资的 这些投资朋友们 但是很多只想说要买一间 可以自己来住的这些 没有房子的朋友 真的是很怕房价越来越高 这时候虽然买不起 但是如果还不买的话 会不会一辈子 连他的下一代 都买不起一间房子 到底未来台湾包括北中南 整个台湾的房地产后市是如何 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大行情 即将就要启动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提醒说 泡沫化恐怕马上就要来了 我是陈兴松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话好说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谈一下 到底接下来台湾房地产 会如何变化 我们先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资深的财经杂志 总编辑陆彦丽 新春好 大家晚安 我们欢迎政大地震系的教授 张金二张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房地产的投资达人 手上有一两百间套房 在投资的严福龙严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严旧赚钱快乐花钱 是啊 希望有钱可以花作快乐 我们欢迎大家都很欢迎的 戴德良行总经理严秉丽严总 主持人好 大家发财 大家发财 希望大家可以发财 不离现在大家在烦恶 大家在烦恶什么 就是说 本来这个房价 早就应该要下修 本来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 第四季 以及今年第一季 大家明明就说的 包括失业率这么高 包括说大家的所得都没有增加 也包括整个景气 都非常非常的衰退 但是为什么房价没有下修 没有下修就算了 现在很可能 所谓的大行情即将就要启动 很多人在担心说 恐怕一世人都买不去一间房子 我们来看看到底如果说 接下来开放入资来台湾买房子的话 对台湾的房地产究竟会投下多大的变数 看到入资来台的消息 刺激台北股市的涨幅领先全球 这也让房地产业者对于开放入资来台购买房地产之后 台湾房价的想象空间充满了期待 不过房仲业倒是提醒 入资来台买房考虑的重点还是放在能不能获利 到底这样的一个手续 或者一些审查程序文件上面 你是不是能够继续引力 假如想要投资的话 在亚洲地区里面 台湾的竞争又是在哪里 房地产业者对入资来台会如此殷切期盼 实在是因为最近这半年来的房市太冷了 根据统计 今年第一季房屋的总推案金额只有778亿 创下了17年来的新低点 其中新屋最难卖 第一季的销售率只有5.53% 跟上一季相比衰退了三成 不过目前政府只规划开放商办 为入资投资的项目 能不能因此带动自由住宅的房价 还有待观察 研究不动产行期的专家就表示 房价要回稳 还是要靠经济的景气 业者期待房价快点反弹 但是炒热后的房价 恐怕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不过大家讨论说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中资 入资是真的会来台湾 不过我想大概是会来 现在整个政府大概政策已经底定 其实在选前的时候 马总统就已经讲说 包括商办以及住宅的部分 都要开放入资来台湾 那时候谢长廷说商办可以 但是住宅不可以 因此很显然这个开放入资来台湾 买房地产已经是一个既定政策 只是什么时候开放而已 现在最快在六月底 之前的政府就要定案 目前第一步骤是说先开放商办大楼 重点是他如果来台湾买商办大楼 台湾的银行还可以借钱贷款给他 担保品最高可以带到五成 不限总额也不限是自然人 就是我们这种人 还是公司的这种法人 我请教一下颜总 大家不关心商办 因为那是好给人的事情 大家担心的或者是在意的 第一点说我现在起床 台湾买一家八百万 我说两年后会不会变成一千两百万 我的房子能不能增值 另外一种人说现在八百万 哪里哪里哪里 我一四人都买不去 住宅 对于住宅的部分 我们先不要谈商办 住宅的部分开放入资来 台湾之后 英雄敢有那么大 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开放 或者一个国家对全世界开放 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大陆在三十年前对外开放 那么他的房地产 你从那时候看到现在来 他是涨了几倍 所以香港对中国大陆开放的时候 他是又是涨了几倍 所以有时候觉得当你的台湾是一个潜贴型的经济 你对外开放 这样真的是这么大的政策 对外开放那么多的钱在追逐 那么有限的筹码 你说他房间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几乎已经 老实讲跟经济没有太大关系 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经济不是很好吗 开放说全社钱涌进去的时候 是怎么去投资他建设他的 那台湾过去整个整个情况讲 是因为本身来讲 他的土地资源很少 所以看到最近的连住家土地 内府都飙到一百七十七点五万 假如这样去算的话 不要算什么都市更新跟荣椅来讲 他一平房间要卖八九十万 假如一个内府地区都卖八九十万的话 那台北市八九十万要卖哪里 所以这个情况是 主要来自于说那个量很少 那么我们在那个开放东西 资产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估计的 还有台湾本身来讲 土地资源 这过去的土地资源很少 所以这样量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房价上去的机会就比较乐观 比较大 但是也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是会比较一个压力 我到底是不是这样 这个说去买的话 到底对不对 不过看起来台北市里面 在这一波里面 我们看似要下来 可是他没有下来 这是靠靠了什么 靠的是一个政府开放的一些 所谓的台商回流 或者说那个税是减下来的 这个资金在撑出一个 好的一个市场跟那个 好的豪宅 可是目前来看起来 这个好的豪宅上去的时候 并不代表着 旁边的中股的要跟得拉 因为跟得拉的话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我们叫牵引 那从台北市到台北线 他是经过一个牵引 他可能会容易看得到 可是只要说从台北市上去的话 台中高雄 是否这个牵引量会马上来 我是不想看 不想看 因为现在目前 整个路支也好 或者是外面进来之间也好 或者是台商回流也好 他要的是好东西 好东西是好地点 他绝对不会给你要是 三支三峡吧 这个地方他去的话 对他讲帮助不大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样情况的话 政府是应该有一个配套准备 假设今天我们要开放路支来 你总不能说 今天你说你开放 你进来做办公大楼 你说那他要住 对不起我只宣承你租 你不可以买 不可能 你只能可以买三峡跟领口 也不可能吧 因为我要买台北市 所以我判了这东西 一下来之后 它会有牵引的作用 这牵引的话会使得 我们想要买 说这个中古策一片四五十 你要去买几个衣服 可能几个衣服就不去了 因为地主不是你 地主是说我有房子的人 旁边的豪贼他卖了一百多万 我没有也要买七八十 现在东南北路一个案子 清澄金案子是要卖到什么 一百五一百八 假如这样的话 我旁边的中府应该卖多少钱 那他只卖五十万吗 不可能嘛 这就是一个心态 跟一个牵引作用 会造成房价会 有一种乐观的期待往上拉 这跟调查跟工序没有关系的 其实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攻击 其实是很强烈的 所以假设这个地方的话 有民众假如看到 比较低的房价 比如说比较合理房价 不要说低 我觉得你应该看作用就可以买了 不必要再等了 所以有房就趕快持有差 没有房其实可以等待 或者看的话就买 张老师我就说 我们昨天在谈股票 其实股票跟现在房地产的情形 一模一样 但是明明就该下修 可是为什么不下修 就叫做资金行情 突然间钱涌进来 水涨船高 可是股票跟房地产很不一样 是你有钱 你却去买股票